然後接下來就是賞益的部分 今天賞益其實真的蠻多 總是已經完成蠻多進度的 首先就是 啊 就是社群鬼有更多的夥伴了 就是我們原本社群鬼早上的時候只有三個 就是Rarentia 然後Colfax 還有道靈要付的Web3的部分 主要是這三個 不過我們今天也確認了 就是數量領防的部分也已經有共筆完成了 然後學生的社群參與者也已經有共筆完成了 然後目前已經把社群鬼相關的提案共筆 都已經整理到一個筆記的欄位裡面 那公司協議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Disfactory的各位夥伴 就是Disfactory確定會協助去處理這一個社群鬼的部分 然後應該這個會是由Disfactory 然後水寶局的右博 以及Lost Hava來負責 所以就是會從三個不同的結色來講 就是環境相關的議題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社群鬼其實有更多夥伴 那剩下兩個社群鬼的部分 我們也來賣努力的確認 好 那接下來的話是主視覺提案 就是我們今天中午討論的時候提到了 就是我們上帝的主視覺或吉祥要放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講到就是穿三甲其實蠻適合的 就是大家知道卡納卡納附屬有一個穿三甲傳說嘛 就是穿三甲協助了就是卡納卡納附屬的族人呢 去對抗外族的頭目 不覺得這個東西就很符合台灣目前的現狀嗎 就是要協助族人來對抗來自外族頭目的打壓 然後再來是就是穿三甲會挖坑 然後就是很符合吉林地坑族的特性嘛 不然不會填坑啊壞 然後再來是穿三甲會吃蟲 然後穿三甲是台灣的特有種 然後穿三甲還沒備用過 最重要的事情是假設我們用穿三甲當主視覺的話 我們在SAMI的贊助跟售考的頁面 我們就可以寫說 欸這可以癢嗎 然後所以討論完之後 燕子在下午的時候就把整個初始的主視覺的概念 大概審了出來 然後很感謝就是一起討論的RS 然後Tiff,Alan,燕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夥伴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表單 表單翻譯完成 然後其實我們今天已經把整個Cover Paper的表單翻譯給完成了 然後感謝有參與的Skyler 雖然現在應該已經離開了 然後還有白毛協助幫我們做完所有問題 還有相關說明的翻譯 然後我們今天也完成了 就是個資聲明的Disclaimer的一個證譜 你也順便把個資聲明的翻譯給完成了 這樣子 然後我們目前也已經遭到了 就是Kino Speaker的List Honor 然後感謝白毛衣跳殼這個部分 然後他會負責去處理Skyler的Kino Speaker的List的部分跟管理 然後我們網站組也找到很多人跳殼 感謝今天在網站組跟宣傳組的大家 然後也很感謝Kirby捐贈的Gran Dash B2 然後這代表Skyler的2024已經會有動態的提案系統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的話Skyler的提案就是我們目前的進度來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每週二晚上會有議程組的例會 10點到11點 然後每週五的晚上9點到10點是媒體組的會 然後我們下一次Skyler的大的 就是Corework時間會是在9月9號禮拜六的下午 然後也會是在NPO Hub的四樓的社群廚房 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不妨把9月9號禮拜六晚下午的時間留下來 然後一起來參加Skyler的Corework時間 謝謝大家